欧标、CP7托盘生产过程 第一台机器、定面板 托盘面板有两层木板 分别铺放两层木板 面板打钉 拿下来,看一下背面弯钉子效果 背面弯钉子还不错 第二台托盘机、定中间一层 依次放入九个角蹲 放上三条底板 再放横向五块木板 打钉工作 第三台托盘机、连接整体 先是放入第二台托盘机打钉完成的 托盘底面 再放入第一台托盘机定好的面板 最后放入面板中间一块木板 现在开始打定连接整体托盘 订完 拿下来看看 CP7托盘背面 回放一下 托盘订完后面烙印切脚动作 打钉完成后 自动输送到后面的烙印机 烙印工作 现在进入切脚机 现在进入切脚机 四个边角同时斜切 进入马朵机落高 CP7托盘打定制作完成 再次提醒 准备 准备 �准备 准备 准备 准备